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部 内蒙古艺术学院乌兰木齐舞蹈团 创作演出的民族舞剧 草原英雄小姐妹 20世纪60年代的内蒙古达茂旗草原 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蓉 奋不顾身的 与暴风雪整整搏斗了一天一夜 终于保住了集体的羊群 但是姐妹俩 自己却因动伤 不幸之惨 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 以这一故事为蓝本 再现了小姐妹的英雄壮举 展现了新中国少贤队员的热爱集体 不具困难的 可贵品质 欢迎大家和我一统观赏 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 精彩演出 还得继续